好了 第三節的升旗而得到這個特別版 我們 現在話題轉一轉 由香港離開 香港衝出這個亞洲 去到一帶一路的地方 其實一帶一路很多地方都是亞洲的 包括阿富汗 敘利亞 然後是哈薩克 烏克 吉爾吉斯坦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那些可能也是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未必 巴爾幹本島呢 巴爾幹本島會有份 去到捷克 其實我想說 祖國是十分之包容 我有理由相信 如果格陵蘭 或者冰島 他們要申請加入一帶一路 祖國都會批准 其實是沒有什麼邏輯的 為何澳洲不是一帶一路 紐西蘭是 紐西蘭是 紐西蘭入路早 他懂得入路 澳洲未入路 所以就一帶一路就沒有份 做人最重要要入路 有些人說笑的嘛 一帶一路是什麽 一帶一路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東西 你說一下 東莞乃一帶花街乃一路 中國的一帶一路 是偉大很多的 因為呢 創造了很多的 發財機會 一帶一路國家 其實是去到非洲的 不過 我們剛剛 最近 起文 一位外國人士 出來 要搞一個 叫做保安公司 這位外國人士叫做 雲國駒 人稱崩牙駒 綽號叫崩牙駒 崩牙駒當時97年98年有兩套電影 描述他的光榮時跡 兩套好像都是 由任達華做的 任達華的戲裡面的名字叫崩牙駒 我也有看的 崩牙駒 還是無線電視的寵兒 因為呢 當時好像不是東張西望 當時類似東張西望的節目 就是訪問崩牙駒去澳門大屋 把他 塑造成一個慈父 對女兒很愛惜 的一個慈祥的男子 然後還有這個叫做什麼 安德尊訪問他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因為跟無線的編劇那麼遲 無線編劇也很喜歡編劇 就是那些黑社會大佬很疼愛女兒 通常都很疼愛女兒的 很少不疼愛女兒的 他們通常喜歡編這些劇 編這些劇 一個人類角色有些Layer 是一個很大的反省 在外面窮空極惡 但是回到家 就是一個慈祥的父親 武俠小說通常都是這樣編的 要有些層次 奸國不可以奸了 不然就不好看 你不會回家打子女的 子女很愛惜的 很隱讓的 所以 這位愛國人士尹國區先生 當年 大家如果 可能現在年青人 不知道他是什麼 因為很多 00後出生的 也許97 龍之鋒也不知道他是什麼 不用Facebook 他當年戚測風雲的時候 在澳門說要炸死白德安的時候 當然 這些威水事件 就是 揚威天下 又或者 向這個 蒲國殖民地的人 下環以顏色 真的很愛國話 很流行上國際新聞的 是啊 他真的想捉很久的國際新聞 即是他的這個 風雲時刻 就是針對這個蒲國政府 正民地政府的一個英勇的外國行為 當時也叫澳蒲政府 澳蒲政府 跟港英是雙輝影的 所以他是一個民族英雄 對抗這個澳蒲壓迫的民族英雄 是為了我們中華兒女 吐一口烏氣 是不是 所以你記不記得當年這個 公安部長 屠四驅公的一句什麼說話 黑社會都有愛國的 沒錯 所以 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是愛國就可以了 大家有看那部電影 黑社會 他說 為什麼老許可以我 不行 老許是愛國的 然後Jimmy仔就說 我也愛國的 你給我生意 你給我搞吧 你愛國而已 但是你不是坐管 我們只是容許坐管外國而已 你還沒有在坐管 所以他就爭做坐管 這是一個故事 我們說回雲國區 雲先生 因為 看到我們國家的發展那麼偉大 而他 就覺得深感 這個一帶一路的國家 就有很多危機 來往這個國家的商人需要保護 他就希望成為一家保安公司 保護來往一帶一路國家的商人 中國商人的安全 我覺得 他們曾經把自己 形容成一個現代的標局 標局也是保護那些貨 或者人也有的 即是保鏢 或者標局 我覺得很偉大的 你也知道 我們 常常看 電視機聽的地方 阿勒婆 坎大哈 黑布爾 班加西 摩加迪沙 這些地方 死了不知道什麼事 隨時的頭被割了下來 還拍了電視 放上去 國際的 所以如果尹先生 可以做這個 保護人 保護我們這個國家的商人 在那裏經商 那真是功德無良 但是 昨天我們說了一個話題的昨天 我們吃完飯之後 有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 我們對這個尹國區先生對抗恐怖分子 存在一點點質疑 畢竟你是一個黑社會 黑社會 你最高的成就 只是企圖炸死白德安 也不成功 第二個成就 就是 好像 是不是派一輛車衝進去 這個新世紀賭場亂槍宿舍 只是這樣而已 我看不到你有 能力去對抗一班恐怖分子 魔力級數和恐怖分子 還差一大 因為 過往的往跡 其實只是一個 只能夠對付 一個 白德安這個奧婆的鬼子 又或者 對付 新世紀老闆街市委 只能夠是 面對這些人而已 你們沒有辦法 面對這個 這個 叫做 阿布沙耶夫 不是一帶一路 那個人在菲律賓 即是 那些叫做 泰米爾之府 可能也未必能夠做得到 如果再面對一些 泰米爾之府 關不關事 斯里蘭卡是不是一帶 斯里蘭卡好像 好像沒有加入 是不是 這個要查一下 這個要查一下 泰米爾之府 當不當 還有那些叫做什麼呢 真主黨 是不是 還有那個叫做 騙你班 如果是在那些地方 如果是在那些地方 這個不用的 他們要由美軍對付 這班人 美軍的急數才能對付 那就要一帶一路嘛 你要保護 中國雙人經商 你知道美軍很喜歡 他們無端端空襲我們嘛 藍斯拉夫大使館 無端端被美軍炸完 但是問題是 這班人 是不是可以跟美軍 去銅彈 吸送 可能可以的 根據他們的說法 沒有神功 我們呢 刀槍不入 那麼衝炸 導彈 導彈 那些 抗日純劇可以的 始終我們對於尹先生的外國熱情 我們是很尊敬的 問題是 我們是對你的人生安全很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 照一個 即是我們一個比較 直接一點的說話 古惑仔 怎麼跟恐怖分子鬥呢 如果你們要做整個生意 你是不是古惑仔 只能夠聘請恐怖分子來保護那些人 要對抗那些恐怖分子 可能請塔利班 去保護 這班人 防止IS來騎劫 或者請IS來防止 塔利班來侵襲 類似 那些叫做 伊朗那班 那班叫做什麼 賦爾德 賦爾德 賦爾德那班 賦爾德那班叫做武裝分子 那我想 其實很難想就是 他其實是認錢不認人 那誰給錢他就幫誰做事的 問題是他會不會賭歌 他知道你有錢請他 他轉頭來給你 到時原來找國區被綁架 我們會很擔心 我們會來劫你這支錶 根據我們早幾月前 這個肥河的案例 凡有這些事 一定會極速割席 所以一定不需要怕會不會保護到 一定是保護不到的 哎呀 這樣很糟糕 你說這個愛國遊擊隊被人割席 對呀 一定會被人割席 因為有什麼事 到時政府出來說 我不是很熟悉的 不是很熟悉的 我一定是沒有牽涉這些東西 然後那個吹聲說出來 我又沒有找先生的手提電話 我都找不到他 那他是不是叫中華外國遊擊隊基金 還是中華外國同心會 澳門分會 對白浪嗎 台灣有白浪 澳門有崩牙區 對白浪 找他出來做這些保安工作 問題呢 我始終擔心他們人生安全 畢竟他們面對的對手不同了 是不是 你去黑黑白白收拖地可以 面對恐怖分子 那就是好像香港 香港那些波那樣 早兩天 有些人說他帶上兒子 就去看潔志對這個全北汽車 哦 輸六比零 他說他最初在香港看潔志 覺得都很棒 誰知道是最人的 只是輸到睡了 大家的級數不同 哇 全北汽車很厲害的 他請了科蘭來也沒有 科蘭一個會飛嗎 全北汽車之前那場 就贏了那個 柏雷蘇爾 3比2 那個球隊日本也很厲害的 你是不同級數 人家是專業的 你是業餘的 可能他已經有計劃 去聘請某些遊擊女份子 或者輸入軍火 可能有足夠的武力對抗也不一定嗎 希望有啦 老實說 其實 如果 真的有那麼強武力 何志平就不值得了 你早幾個月成立就可以救到何志平 劫了何志平出來 厲害啊 最需要你們保護啊 割了一隻嘛 他都不代表國家 所以你怎麼會劫他出來呢 那沒辦法啊 我在想 尹國區是不是 受了戰狼儀的啟發呢 他自己想做戰狼 是嗎 戰區 戰狼 不是啊 他是不是受到他的啟發呢 因為 他說要保護中國人嘛 每一個擁有中國護照的人都可以送給中國 那他不會跟這個霸王花合作呢 好厲害啊 哇 又戰狼又霸王 是啊 很厲害啊 這件事要去美國做的嘛 但是霸王花很久了 他退了很久了 是嗎 霸王花那時候跟謝姑塞拍拖 哈哈 但是這個驅旺二啦 現在洪金寶都打不成了 啊不是啊 他特別喜歡肥佬的啊 這個胡偉忠 洪金寶也是肥佬的 那時候拍檔的 然後現在這個何志平也是肥佬的 也是那種口味的啊 原來我們找到一點點蛛絲馬跡啦 講到那些韓志平 我們其實也 我們上次的故事有沒有下文啊 董姓的 其實是董姓人文 董建華就是董貴心呢 董這個字 其實那個是臨時爆肚的 因為呢 我也想不到什麼 鬼佬哪會懂啊 冬就會而已 不要打了 我幫他翻譯成英文而已 韓志平這件事暫時也沒有什麼下文啊 他排期審訊 其實對他來說可能是好事來的 因為他在監獄面 首先不會吃那麼多肥肥的 對他的健康來說 我覺得是得到保障 但這些東西我們也沒有辦法關心到的 只能夠關心他的健康而已 難道他不給牛扒吃嗎 我想都是很清淡的東西啦 除非美國特別 虐待那些囚犯 餐餐給他肥豬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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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真的不知道啊 美國最大的社會問題就是 其中一個是癡肥的 那些汽水啊 麥當勞餐都是超級加大碼的 那些汽水會不會在監獄面有 加大碼的薯條 還有薯條 薯條才肥的 監獄面沒有理由給薯條吃 這個真的不知道有沒有 網友在美國坐過牢可以補料 在美國坐過牢 我想不會特意 PM聯絡你 去告訴你我坐過牢 其實美國坐牢很閒的 真的 美國坐牢很閒的 我還沒去過美國 馬來賓有什麼馬來賓坐牢 當然沒有啦 丁拔坐牢 丁拔是綁起頭頂監獸 丁拔說一下上面有沒有餐餐給你吃豬肉啊 有沒有餵你吃金春蛋那些 我唯一的comment就是 我還沒死了 你看到他那麼肥肥八百的 然後現在我們祖國也強大了 所以牢倉的福利也好 所以他很明顯是 商量之營養豐富的 有沒有刺身吃 我們不要說那些題外話啦 如果真的很我們希望呼籲一下 在美國坐過牢的網友 如果有真的有的 在美國坐過牢的話 可以說說那些夥食問題 看看會不會減肥 但我們看回美國影片 那些胖子也減不到肥哥 都那麼胖的 我怕有個帳號叫何志平 去PM我們 那沒問題的 可能坐下不知常常有Facebook 燒雞就不行的 大陸可以 香港不行 大陸鎖金可以打電話 打股票 美國就沒有那麼自由了 這方面我們做過進步一點 我們有個話題 我們現在剩下5分鐘 還有一個話題 我們要講的 就是最近香港這個時裝界 挾起了一片潮流 就是氣服的潮流 因為事遠呢 這個叫做 氣是氣弱的氣 都是一樣的 都是同一個字來的 他那一套真的好像氣服的 我初初以為呢 是不是搞化妝務會 突然有個好像林瑞亮那樣的物體的人 男人的肥佬 林瑞亮那樣的肥佬 我剛才說了第一關 是一個貌似林瑞亮的肥佬 戴眼鏡的肥佬 穿著一個 闊袍大袖 好像一個古裝人物的扮相 但原來是立法會出現的 我以為是搞化妝大會 還是不知道有甚麼人呢 因為你知道以前的 很多社運人士 就是 裝鬼裝馬進去說話的嘛 我以為是這些裝鬼裝馬的人 但是看真點發現他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 這個叫做李文禎 原來是高官來的 但是高官他如果這樣是林公公的 他應該是D8的 上臂應該是D8了 局長是D9了 局長已經離開了公務員系統 喔 那他是D8系統 上臂應該是D8 我們說回這個 李敏禎 那宗新聞的議題是沒問題的 每個人都是關心他的裝束和樣貌 他的裝束實在是比較前衛的 說真的 因為 坦白說我們有那句要說那句 生成這樣的樣貌 很難夠膽 還要穿這些衣服外出的 因為呢 我剛才是一個肥佬 是一個像林瑞倫的肥佬 我當時 完全想不到是甚麼人 為什麼林瑞倫出回來的 但是肥了那麼多的 只會把他都說了 林公公 所以你以為是示威者嘛 坐進去那些諮詢會那些 因為市民可以發言 有時候可以問問題的嘛 之前很多人的嘛 老美男在那裡問屎嘛 之前很多年前 這個局長 常秘 鬼馬律那款 大家沒有留意他 跟林公公一模一樣樣的 肥了一點點 有網民就把他以往過往的衣著 鋪出來 他套衣服都很標其立義的 他不是穿一些正常人的衣服 其實他是不是跟黃夏偉的朋友來的 他十二生肖有那麼多種不同的裝束 不是呀 因為他之前穿那套 蘿莉塔的衣服 黑色的衣服 我想死 不要分享給我 我警告你們畫圖 不要畫他的圖出來 黑色的蘿莉塔衣服 他都像上臂的秘書長 上臂的秘書長 上臂就是上臂就是上臂上臂 是秘書長 蘿莉塔的黑色衣服也很神奇 老美實在 他是那些呂浮衣服 黑色的呂浮衣服 你說呂浮衣服 也不是蘿莉塔 呂浮衣服 原來Dulba有些研究 我真的說 真是 你上了鎖水頭艇還有其他的東西 這個人其實比較有趣 他的衣著的品味也十分之獨特 而且他的樣貌也十分之可人的 他的名字也比較特別 尼敏禎 我想甚麼特敏福呢 因為這陣子是流感的 那些名字沒甚麼聯想的 我覺得他很像林宮谷 而且有點像許冠文 許冠文也是大眼鏡 頭髮像河童那些頭髮 全家福的許冠文 所以大家會覺得比較有趣 另外我們要說有一個讚揚 高度讚揚他 即是說他的衣服的衣著品味 他是有些品味而已 他也不想高度 他說他是有些品味而已 他是林過雲來的 那個簡直是林過雲來的 不然老了戴眼鏡而已 真的想不到 林過雲在裡面還有幾十年交 那些審美眼鏡 改變得那麼厲害 如果當年 你的審美眼鏡是這樣 就沒有那麼多受害者啦 希望要找回一樣的人來 殺害 不是那麼容易 這一節我們差不多結束了 品體而別人的衣著 下一節回來 真的要說樓市 說說民生的東西 樓市 下次回來再談